小心点啊 放这儿啊 这边 这 丁牢了 老夫人 老爷派人送来了这个 慢点 慢点 您给磕他 这是给佣梅准备的 放书房里 是 这灯笼怎么才来呀 你们快点 你们干什么去了 不够几个你们数了吗 少了几个 正好 你们去那边啊 来 来 来 小屎呀 你们这儿怎么样啊 来 我来帮忙 来 来 挺好的 照样 什么什么什么 成心真的能救少爷吗 当然的 我在湖南的时候 亲眼见过一个男的 可少爷真的能救少爷吗 跟赵东家一样昏迷了好几天 大家都觉得没救了 然后呢 他家里人决定娶亲 结果就在入洞房的那一刻 那个突然就坐起来了 真的假的 这则是真的 大元少爷明天就能醒过来 昨晚到现在 少爷有没有什么反应啊 没有 春仙姐 少爷要紧好了 好 我去吧 你知道怎么喂吧 知道 慢点啊 来 给我一下 来 好 还有比这更好的吗 老凤墙倒是还有一套 橙色比这个好 但是他们要价太高了 不管花多少钱 赶快拿下 老爷 他们家要三千两银子 那家胡小姐是来救命的 难道还不值得三千两 是 我马上派人去 等等 胡小姐是见过世面的 这所有的东西 都要用最好的 你记住了 不管花多少钱 越贵越好 明白了 我 我 你 少董家 少董家 你马上都要当新郎了 你还不赶紧醒过来 那个又漂亮 又写的一首好字 还跟你门当户对的 护家大小姐 马上就要嫁过来了 你还这么躺着 少董家 你跟胡佳小姐拜堂之后 我们还能这么跟你说话吗 我天天来跟你说话 你听到没有啊 你要是听到了 你就跟我眨眨眼睛 或是动动手指也行 谢谢 terwis 谢谢 有红箱 来 永梅 爹 你看这百年玉泥 还有这头面 多精致啊 是吴叔刚刚派人送过来的 一看就是花了不少心思 是啊 是啊 好 好啊 月如 月如 你去我屋里 把那心腹茶泡一壶来 是 永梅 爹现在心里很乱啊 不知道把你嫁过去 会不会害了你 爹 你别这么说 我是心甘情愿要嫁给吴聘哥哥的 可他现在人是不幸啊 我嫁过去 他就会醒了 万一他醒不过来呢 那我也要嫁 你愿意当一辈子寡妇 你还是再考虑一下 爹 我已经答应吴叔了 我已经答应吴叔了 但你娘临死的时候 我也答应了你娘 这辈子不让你受一丝委屈 我还要求你 永梅 如果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你只要说一句话 爹这就去退婚 为了你 我愿意做这个背心轻意之人 爹 不能退 为什么呢 现在唯一能够救吴聘哥哥的方法 就剩下成亲了 如果我反悔 那他 他就真的没救了 但你这是拿自己的一辈子去冒险 我是他未过门的媳妇 我不救他 谁救他呀 如果他万一死了 那你就只有当一辈子寡妇 到那个时候谁来救你呀 爹 爹 从小我就和吴聘哥哥一起长大 在我心里 早就认定她是我的夫君 我是她的娘子 所以 不管她是生是死 我都要嫁给她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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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家军宣案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前几天贝勒爷又上了一个折子 但是朝中 帮吴卫文说话的人还不熟 就看钦差怎么回奏了 等旨意下来 就知道结果了 往右边拉一点 来 对 对 对 在这边 把它撑开 弄匀了 对 对 对 停车 再开一开 来 对 对 对 住这 行了吧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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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来 来 好 客官 对不起 我们今天不开门了 怎么 有喜事 是啊 我们冬家要嫁女儿 嫁个人 吴家冬院的少冬家 吴辟 吴辟 可我听说她不是快死了吗 我们家小姐和吴家少爷 早就定了亲 准备秋天再办事 就因为吴家少爷 遭遇了这场劫难 所以把喜事提前了 吴玥 吴玥 有劳你了 大妈 你放心 我这就把新娘子 给吴平哥哥引回来 吴玥 务必要在有事之前 把胡小姐接进家门 我知道了 让一下 让一下 来 让一下 让一下 来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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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吵得这么大了呀 朱莹 你没走啊 邵东家都这样了 我哪里走得了啊 也是啊 那你还回学徒房屋 等邵东家醒了再说吧 你快回来吧 我 我们都挺想你的 谢谢 谢谢 一 吹起来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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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小姐 嗯 爹 什么时辰了 深时辰 那花轿快要到了 来 月如 快点 来 帮我 老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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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龙生和他杜老板来了 说有要事找您 杜老板 他不知道我们正办许事吗 他说是很要紧的事 必须马上和您谈 行 陆梅 你 前面来客人了 我把他打发了就来 嗯 走 小姐 我给你倒杯茶润润 来 吴平哥哥 你等着我 我这就来救你 杜老板 吴老板 在下杜明礼 不请自来十分茂零 杜老板 不知今日前来有何见叫啊 我得知今日胡老板嫁离 所以特备了薄礼前来工 这 这第一件礼物啊 这名叫花团锦醋 这看上去虽不出奇 但却是地地道道的一品公司 乃是养心店造办出毒造的 这是东厄厄礁 这乃是贡品 这看上去虽不出奇 这看上去虽不出奇 但却是地地道道的一品公司 但却是地地道道的一品公司 乃是养心店造办出毒造的 乃是养心店造办出毒造的 常言道 无功不受禄 我等寻常人家 怎敢收杜老板如此重礼呢 此姓名啊 在民间虽然难得 但是在我家贝勒爷府上 也不过是寻常物财 原来杜老板是贝勒爷手下 失敬 失敬 我奉贝勒爷之命 到京阳开店纳克 以后还少不得 有养生胡老板去除啊 在下就先行谢过了 好说 好说 所以这点薄礼 胡老板不必推辞 那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来 杜老板请坐 请 杜老板 我这儿还有第二件礼物 这是军机处 最近呈给太后和皇上的一道密折 收好了 下去吧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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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扜一位 在这里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扜一位 这虽然只是抄价 但是里面的内容 确实一字不差 我这儿还有第三件名 这是钦差大臣离开京城 前往金阳查办军薛案时 太后和皇上的预旨 当然了 这也是抄价 你这是 这可是朝廷机密 您千万不可对外人泄露 不然吴家还没动静 吴家就先出事 那可是贝勒爷都救不了的 吴老板 我乃一番好意 剩下的事情 您自行顶多 告辞 吴老板请留步 我还是不太明白 有些人失事已成定局 朝廷民事 此案一旦查实 务必延办 这分明是要打开杀戒了 所以在这个档口上 会不会被判断 胡老板还要把女儿网无家锁 这分明是自找死路啊 那是 你我非亲非故 如此世恩 着实让胡谋费解 那是因为我曾经受过胡家的恩惠 你不得练 我本人 Had Jackie 也不得了 Joyle 吴老板 我只认识 你也不得了 你不得了 哪啊 我跟谁 我跟谁 你认识 你给你那分手 有此理 你不得了 若我是你 我绝对不会将女儿 嫁给将死之人 更不会将她 送进败王之地 告辞 老板 这是贝勒爷的指令吗 刘芙 这是我给自己下的指令 驾 就 也백哥 坊里骗 mö hotels 也許酒酒好 我在酒店裡 有消息 火里燒鬼 也許咱們 梅家好 龍鳕 烙帖 烙帥 吴叔 胡小姐 我是吴聘的堂弟 我叫吴玉 我代表吴家东院的迎亲来了 爹 开门吧 是不是迎亲的队伍来了 吴叔 你怎么不开门呢 吴家东院开门啊 你怎么了 不是都答应吴叔了吗 你让我再想想 都这会儿了 你还想什么呀 吴管家 开门 吴叔 不行 不能开门 爹 我求你了 你让我驾吧 起来 起来 爹也求你了 爹也求你了 你不能驾 为什么不能驾呀 爹我 爹说不能驾 就不能驾 爹 我要去救你聘哥哥呀 你不能驾 爹 公主 你不开门 咱们开门可来不及啊 爹 今天你同意 我也要嫁 你不同意 我也要嫁 拦住他 让开 皇门 皇门 咋门 来 快来 快 打他 过来 爹 我就求你最后一次了 老爷 他们好像在咋门哪 人 难道他吴家乡抢人不整 爹来不及了 我管家 赶紧叫所有的家庭小私 都给我拿起家伙 我就不信他吴维维 今天能把我女儿抢走 开门啊 胡叔 开门啊 你就让我嫁吧 永梅 你不要犯糊涂啊 爹 来人 爹 来人呢 你们放手 爹 今天你不让我嫁 我就死给你看 永梅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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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应该来 快看 快看 新娘子来了 快看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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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妈妈 蓝贝 蓝芒 这 怎么没奏乐呢 我没能把胡乔姐接回来 什么 怎么回事 胡志纯说 她无能为力 大哥 马上得到有识了 如果再不成亲的话 吴平可能就醒不过来了 老天爷 难道吴平注定没救了吗 难道 难道你真的要灭我吴家冬月吗 老天爷 老天爷 回来 不就踢一下吗 谁家都一样 老天爷 老天爷 现在曾要小心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呼吸醉拜 一拜一拜 一拜一拜 谢谢主位 以后我们家的生意还要仰仗主位 谢谢啊 请慢用慢用慢用 好 好劲 来 来来来来 来了 诸位 诸位 感谢诸位光临 今天是我们刘家大使之日 感谢诸位光临 好好好好 希望我喝好 来来来来 大董 大董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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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来 喝酒 喝酒 来来 一起 一会儿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我来来来 我去梦 我去梦 早要吃饱了 这孩子给真不听话 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好劲啊 好劲啊 下来点啊 我看看 快快快 快放这 放这 给我到了 怎么了 这是叶子 这是金颜的 又不过年 有皮肤 皮肤什么料? 都饶 HencePa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是说成青就能起死回生吗 你怎么还是老样子 少东家 少东家 你可把我给害苦了 我现在是有点后悔了 你说你当初 为什么要给我那五两银子 我惹了这么多麻烦 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 害得我一时冲动 居然嫁给你了 少东家 要不咱俩商量一下 你就醒过来吧 你要是不醒过来 我可能就要被你家人扣在这儿 我可不想一辈子待在东远 我还要去找我爹呢 少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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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RYAN waking up 是吗 醒了 醒了 少爷醒了 少爷醒了 醒了 来 来 来 少爷醒了 少爷醒了 紫剑 好 不是 泥腾煮好了 好了好了 快给少爷盛上 拿扇子把那粥搅凉了 别烫着少爷了 放心放心 快快 端进去端进去 二嫂 你来了 我们已经醒了 快进去看看 太好了 你们别跟着了 梁大夫来了 梁大夫 请请请 后面小老 多叫几个人来帮忙 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小心烫 小心烫 老爷 少董家已经无碍 再熬些鹅家汤 让少爷喝了 会好得更快 有有有 有有有 快去背去 我再看你服务 调养的药 好好调养以后呢 就可以恢复以前了 谢谢梁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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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牙 带梁大夫开房子去 对 梁大夫 这边去 好好好 好好好 慢点 快去神堂 天生有 大哥 这可要好好清理一下 好 那喜宴再开三天 咱们秦枪爷 再唱三天 大哥 大哥 这大婚的事 是我出的主意啊 我是不是该领头工啊 你啊 你啊 待会儿好好敬你一杯 我说什么来着 这大侄子一定能醒吧 行啦 不凭要休息 都别围在这儿 我们出去吧 好 好 我们先出去 大哥 我们先出去 好 好 好 少爷 吃点吧 小心烫 等会儿 大哥 来来来 大哥来了 来来来 走走走走 大哥 走 这按理说呀 这丫头也是有功的 这是 今晚开宴的时候 大哥没发现什么吧 是吗 没发现也好 我的意思是说呢 这荣华富贵突然加上 搁得谁都把持不住 更何况一个丫头 今后大哥和大嫂 一定要好好管输 那丫头今天这个举动啊 确实让我感动 日后要是能够好好举手规矩 我和你大嫂 不会亏待她的 现在看起来最后悔的 就该是胡佳那小姐 平时看起来挺精明的 实际上是个糊涂蛋啊 好了好了 别说了 别说了 好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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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董家 你叫我 你可能醒过来 我真是太高兴了 你得醒过来 么是这样的 你在这儿啊 你是不是挺失望的 要不然 过两天让姥爷 把胡佳小姐请回来 我跟她一换就行了 谢谢你 没事 别那么客气 那个 邵东家 要不你好好歇息 没事 我就先回去了 你今晚就住这儿 不止今晚 这辈子都住这儿 你已经是我的妻子 你放心 我这辈子 都会好好地照顾你的 这辈子 少爷 少奶奶 请少爷 少奶奶就寝 少奶奶 请擦脸 少奶奶 你叫我 你现在就是少奶奶 少奶奶请擦脸 淳心 你 donner泄辩脸 少奶奶 你的手脑能沾水 我来 准馅儿 少奶奶 我来给你更衣 你干吗呀 看我更衣呀 你别这样 行了 我浑身不自在 可是 少爷 你就让春兴好好伺候你吧 我自己来 别动 我自己去 少奶奶请漱口 没完了是吧 行 出去吧 是 小夕 小夕 花椒呢 花椒呢 花椒已经回去了 已经回去了 我都还没上轿 小姐 已经过了暗时了 小心 吴萍哥哥呢 他现在怎么样啊 小姐 你别急 刚刚听说了 吴萍少爷已经醒了 他醒了 他醒了 太好了 那我爹以后 就没有理由阻拦我们了 我们可以成亲了 小姐 怎么了 吴萍少爷已经成亲了 和谁啊 听说 是一个丫头 爹有一个丫头代替我 是吴家东院的丫头 那丫头定替你去成亲 然后吴萍少爷就醒了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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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少奶奶喝生汤 请少奶奶更衣 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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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好 少奶奶 少奶奶 老师要等你了 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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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 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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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少奶奶 少爷 你起来了 要ÃDSON 我們一起去給 少爷 æ慘拿来 怎麼了 他還不習慣 讓他出去 刘党刘党 三尘心一航 刘党刘党 三射 给她拿个凳子吧 谢谢娘 周盈 你以前是个丫头 抛头露面 穿堂过屋 也无伤大牙 但现在 你是少奶奶的身份 那就 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了 当了少奶奶还不如丫头呢 你说什么 没什么 长辈说话 问你 你就老老实实回 没问你 不得私下议论 以你现在的身份 去图房 肯定是不能再去了 你呢 平常没事 就在后院待着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 或者非你不可 也不得往前院跑 知道吗 那我待着干什么呀 这得多无聊啊 我还没说完呢 你以前怎么样我不管 但是从现在开始 你的坐 立 行 走 一举一动 得有个少奶奶的样子 首先 你这坐姿就不对 哪儿不对了 您应该说 请问娘 我哪里错了 我哪里错了 请问娘 我哪里错了 娘告诉你啊 娘告诉你啊 娘告诉你是我告诉你 您用点心好不好 来 像我这样 双腿合拢 双手胶点 放在膝上 双手胶点 放在膝上 放在膝上 来 起来 走两步 给我看看 走两步 给我看看 怎么了这 请问娘 我做得对吗 全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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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娘 我 我从小都这么走路啊 也没摔着过呀 没觉得有问题呀 你跟着我 走路 步子不能太大 身子 身子 不能左右摇摆 走起来 是这样的 还有 如果裙摆 左右摆动 就算失礼 这也太难了吧 这也太难了吧 你去走一圈来看看 像走路和跳舞似的 行不回头 笑不入耻 行不回头 笑不入耻 娘 要不然 你带我走一圈 行 那你跟着我走 我走 你看你 这手也不对 脚也不对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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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怎么那样了 继续 你看你 都被你带着我没法走路了 不许笑 夫人 西苑二老爷的夫人和一小姐来了 那我过去一下 你继续了 还不早 还不走 孟舅 大嫂好 二婶 怎么今天想着过来了 还不是这孩子 说好久没见到大婶婶了 想来看一看 大婶婶好 好 吴聘哥哥的新娘子在不在 在 那我能不能见见她 你们都还没正式见过 那上吴屋里去坐 只好她也在 来 啊 哎哟 哎哟 这要说吧 这是她的两条腿 她一下这样下去了 我都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 这样的胆识配上这样的身手 这周英一定是个奇女子啊 怎么能 你回来啊 我今天叫了一天 累得我口干舌燥 腰酸腿疼的 本以为会见点成效 谁知道 就这一转眼功夫 她不仅没有改观 还变本加厉地成了那副样子了 慢慢来吧 老爷啊 她性子太野了 我觉得我管不了她 她的 必须是人,你真是一类 那她? 我现在公司的 我现在看到了 你什么? 你真是真是什么 你脱了 一定要你脱罗 我��捅,你脱了 我毅得当你脱了 你脱了 我眼看你脱了 你脱了 我毅得来 你脱了 我一定会脱了 你不要跟别人说 什么事啊 我想走 走 去哪儿啊 随便去哪儿 反正不想带带东远 可是你都跟少爷成亲了 我又不是真想跟他成亲 我只是要救他 现在他既然没事了 那我也该走 不行 为什么 你想啊 就是因为你嫁进来 少爷才醒过来的 你要是现在反悔了 不就是骗老天爷吗 老天爷一生气 万一少爷又有什么事 怎么办 你就安安心心当少奶奶吧 这少奶奶真不是人当的 这儿也不能去 那儿也不能去 到处缩手缩脚不说 连笑都不能通通乖乖地笑 还不如当丫头的时候自由自在 你呀 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当少奶奶多好啊 多少人想当呢 不愁吃不愁穿的 人这一辈子 就是为了吃和穿 那要不然还因为什么呀 反正肯定不值这两样 少爷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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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少爷吧 你今天觉得身体怎么样 好多了 我刚才在整个院子走了走 都不觉得累 真的 怎么了 娘说了 要笑不录齿 少爷 少爷 少奶奶 老爷传少奶奶去花厅 老爷叫我 老爷 这 没说要我去吗 没有 那知道是什么事吗 不知道 多半是为了 我把娘给气着了 那我陪你去吧 没事 你爹又不会吃了我 还是我自己去吧 主意 主意 在爹娘面前 还是稍微 收着点吧 我尽量 你 爹 您找我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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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做什么呢 走江湖的 难怪啊 爹娘都还在吗 我只有爹 没有娘 难怪 进冬院之前 都做过什么 跟着我爹 卖衣 难怪 或者是 都会永远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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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交个顶了啊 如果那天不是情况特殊 你钻进了轿子 像你这种出身的女子 无论如何是进不了 我们东院大门的 但现在你既然已经是 无聘的妻子 我和你娘也认你 从今以后 你要好好珍惜 好自为之啊 把你以前那些习气习惯 统统丢掉 你得记住啊 你不再是走江湖的 卖艺的那个周莹 而是吴家东院的少奶奶 你的过去我们可以不计较 因为那都是过去了 但从今以后你的一举一动 你可不能再丢 我们吴家东院的脸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吗 老燕 我也给你交个礼吧 我从来就没想过 我嫁给吴品 那天的确是情况特殊 所以我辱莽了一把 如果你和夫人 都觉得我不配你们家 没关系 你把我修了 我不在乎 放肆 猖狂 反了你 爹 我不是要跟你对着干 我只是习惯了 我们走江湖的 遇到这种事情 是绝对不能示弱的 人敬我我敬人 人若翻脸 十倍奉还 快去吧 没有了 我走了 我走了 怎么样 爹跟你说了什么 你们谈得如何 那天 我把你娘给气着了 刚才 又把你爹给气着了 什么 春信 麻烦你帮我收拾东西 准备走人了 你去哪儿 少爷 其实我本来就要走的 就因为你突然受伤 我才留下的 现在你伤都好了 我还不走 他在这儿干吗呀 你不能走 少爷 老爷有令 长妈 肯定是来宣布 把我撵走的 我这就去见老爷 老爷 老爷有令 除了成婚之时请安 少奶奶周莹 不能出别院一步 并责令周莹在别院 熟记规矩 习练礼仪 修身养性 尽心寒德 少奶奶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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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奶奶 少奶奶 老爷有令 你不能出去 我又出去 在那儿溜达一圈 一圈 一圈 那就这儿 几步 一步 我求你们了 就让我出去走一会儿吧 我都快被闷死了 我告诉你们啊 我可是有功夫的 我要是动起手来 你们俩都不是我对手 闪开 少奶奶 你就体训一下我们吧 你今天要是出去了 老月非打断我们的腿不可 少奶奶 你就别想着出去了 老老师待着吧 不 我就不 慢着 please 怎么办 您 妈 少奶奶 你快下来吧 我求你了 你就让我在这儿待一会儿吧 你这样是摔下来 会出人命的 少奶奶 我求求你了 你快下来行不行 少奶奶 我求你了 少爷 少爷 周莹 你快下来吧 爬这么高危险 我不怕 就算你不怕 我怕我担心啊 我闷 你 要是你觉得闷 我让姨妹妹 还有几个嫂子们 过来陪你吧 那你 你告诉我 你想怎么样 我就不想被关在这儿 我要出去 这样吧 如果你可以 达到娘的要求 有一个大家少奶奶的样子 我就带你去金阳城里逛一逛 真的 真的 那你给我点时间 让我练习一下 可以 那你快下来吧 快下来 小心 小心 蛋蛋 你呀 真是吓死我了 不高 却还不高 雷灯想过呗 一声都没想 这个呢 头歪了 好 像没有少奶奶 你像 少爷回来了 回啊 快点 快点 老板 用信用 快点 快点 你们俩弄下面 我帮我整理一下 快快 弄上面 头发乱了没 头发 这 来 父亲 你回来了 你辛苦了 我给你去沏茶 不要了 是 起来吧 起来吧 一股没摔疼吧 我明天继续练 算了 不用练了 不练 不练怎么能有少奶奶的样子 不练 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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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董太医呢 董太医不在 出远门了 那周大夫呢 周大夫也不在 据说要到山里修行去了 快请梁大夫 已经派人去了 梁大夫一大早就被赵大人请去 给在民诊治去了 也不在下 那老爷呢 回夫人 送信的已经去了 老爷现在啊 应该再回来的路上了 郑老爷一出门 吴平就晕倒了 大夫一个两个都不在 这可怎么办呢 少爷前几次晕倒 都不到一刻就行转了 而这次 都快半个时辰了 怎么还是点动静都没有啊 别着急 我就怕少爷像上次那样 老爷醒不过来 杨管家 京阳能在民聚集点就那几个 你都派几个人分头去找 另外再派一个人 去梁大夫家里守着 无论是谁 只要看到梁大夫 就立刻请到冬月来 好 我马上安排 周莹 董太医上次开的那样方 还在吗 在 我收着呢 先照着那方子 建一副药 给吴平灌下去 杨 这能行吗 再说了 董太医那方子 前几次也没什么用啊 行不行 还得先给他灌点药啊 快去吧 等一等 还是我去见 你也守着无品 纯兴 快去把那方子找出来 但是你要记住 对于脑部受伤的患者来说 长期的昏迷会损伤脑部 所以越早醒来越好 把这 让你去 冬月 吐一把 好 来福来 大把手 把上也扶起来 是 是啊 一 二 三 枕头 枕头 快 好好好 对 好 少奶奶 这是什么呀 快让少爷躺下 小心 来 轻点 轻点 来 少爷醒啊 少爷 我刚才是不是晕过去了 不是刚才 是一个时辰前 请请请 少 少爷醒了 少爷已经醒了 是不是梁大夫来了 夫人 醒了 醒了 那就好 那就好了 好 来 梁大夫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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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辞 谢谢梁大夫 哪里 那是吴平少爷 他吉人天相 药和味道 予以先除 告辞 告辞 慢走 好 梁大夫 老爷 老爷 吴平怎么样了 已经醒了 吴平少爷这次醒来 无论是精神还是慢相 比过去都健忘得多呀 看来这次还休养得很不错 谢谢梁大夫 谢谢 谢谢 老杨 帮我送下梁大夫 好 告告 你好大夫 谢谢 走 这吴平怎么会突然晕倒的呢 我问了 是周莹把她气晕倒的 小木不可掉眼 要没有开心房啊 喝茶不 喝 喝 喝 你刚才 给我嘴里灌的是什么 那个 那个 是 约瑟夫给我的药水 就那个洋人 他为什么要给你药水呢 是我问他要的 怎么说 你去教堂 其实 是 为我求药 你下次别再做这种事了 太危险了 其实那个约瑟夫他人很和善 而且那个教堂 也没什么婴儿尸体 什么鬼魂容器 反而有很多很好玩 很神奇的东西 你还帮他说话 如果他真的是坏人 那他给我的药水 为什么会这么灵验 无论如何 我 你是为了我 而我却责怪了你 对不起啊 不用 你不用说对不起 我做事也的确是冲动 当初若不是 没事 没事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无理取的 你在说什么呀 母平啊 老爷 夫人 爹 爹 母平 娘 怎么样啊 现在觉得怎么样 我已经好多了 你怎么回来了呢 听说你出事了 我哪还有心思往前走啊 立刻就掉头回来了 都是我的错 不是你的错 是有人任性妄为 张妈 开刑房 是 老爷 开刑房 是要打谁啊 还能是谁 家和万事兴啊 我们吴家东院 这刑房十多年没开了 但是周莹 不懂规矩 不识轻重 不听教诲 辩本加厉 打的就是你 原来是要打我 为什么要打他呢 他又没犯错 我们都知道了 是周莹鳄鱼顶撞 把你气晕过去的 没有的事 没这事 都怪我自己 我不小心撞上门 把自己给撞晕了 那些我给撞晕呢 洁新 那些是要闭上了 那些不找歉 你端 stabilize 走 这些不打索了 你联系不可 就是 大夫 说 是我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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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的头好痛 快快快请梁大夫回来 不用 不用 周瑜你帮我捏捏就好了 就像你之前帮我捏捏 好多了 真的好多了 这一招 也只有周瑜会 爹 娘 我晕过去 跟周瑜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我醒过来 全都靠她 我都还没感谢她呢 你们却责怪她 要是你们开刑防 打她了 那没有人帮我捏捏 没有人伺候我 那怎么办 这 好 既然这样 周瑜 你就在这儿好好伺候五平 五平 宽猛相继 才是持家之道 周瑜 你好自为之啊 清方没了 谢谢爹 你不必替我遮掩 你不必替我遮掩 这么多了 川姓 把别人里所有的人 都给我叫过来 叫他们来干吗 这屋里 该立一下规矩了 来 周瑜 扶我出去 扫兰 扫兰 今天是谁去跟夫人说 是少奶奶把我气晕的 这次的事我就不追究 但从今往后 少奶奶在别院里 说什么 做什么都任由她 不许任何人讲舌根 更不许任何人 去老爷夫人那儿告状 谁要违背 立刻撵出去 听到了吗 是少爷少奶奶 何山 从今往后 你在别院里想无力取闹 就尽情地无力取闹 什么都不用管 好了 完工了 少奶奶 你这个字是什么体啊 我这个啊 一半是字一半是画 字成一体叫周体 这是上个月厨房的账本 这是香辣之初 这是人工 夫人 胡小姐到了 胡永梅 要不我去跟她说 你不舒服 不想见人 还是见吧 打算你 串尔 神二 有梅来赶你请安了 三桑 有没差一点 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什么 那天老爷不让小姐出门 小姐不惜以死明治 一头撞在了柱子上 当时就血流满面晕死过去 到现在 隔头上的伤疤都还没好呢 有没 我就知道你是个有情有义的孩子 快起来 坐 要怪就怪你爹太糊涂 我爹他也是受了小人挑拨 我不怪他 要怪 只能怪我自己 福分太薄 不能给婶儿 当儿媳妇 也是我们冬月没有福分 对了 吴品哥哥 他还好吗 身体 都恢复得跟从前差不多了 那那个人 那个人对他好吗 你就别再提那个人了 怎么了 提起来我就生气 婶儿 你别生气 身体要紧 如果当初嫁给五篇的是你 我们冬月就清净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也没那么多烦恼了 也不知道 我和五篇哥哥 是不是真的就原尽了 如果能够重来一次就好了 《奥梅儿》 吗 我要也知道 他 из福梁儿 有没有 我 mentally 不 KELLYi 很高兴 你吗 让我爱着谁了 没事 那好 只要婶不嫌弃 我以后常来 这就对了 慢走 娘 娘 这是我今天抄写的女戒 鬼话堂福的 什么呀 你拿回去 继续练 是 那我也该走了 慢走 路上小心 继续 小姐 她就是那个 趁人之危的丫头啊 明明是你们见死不救 还好意思说 我们家少奶奶 趁人之危 少奶奶 抢了一次话叫做 就忘了自己是什么人了 真以为自己是少奶奶啊 春心 算了 小姐 这样来路不明的少奶奶 可真给吴家东远丢脸 也给吴聘少爷丢脸呢 月如 够了 我们家少奶奶对少爷情深义重 而少爷对我们家少奶奶呢 也是又爱又宠 胡小姐 您这辈子就后悔去吧 你这个下贱胚子 竟然说出这样的话 说到贱 当时我们抬着脚子去请你都不来 今天又自己跑了来 这才叫贱 我撕了你的嘴 吴聂儿是我的丫头 我倒要看看 谁敢当着我的面撕她的嘴 你以为你护得住她 来呀 好 看你这个样子 我只为吴聘哥哥可惜了 别赖在冬月了 趁早走吧 你 少爷 来 进来吧 把门带上 少董家 你找我 三元典当行的孙掌柜 你可认识 三元典当行 您说的是孙永泉吧 我知道她 但不认识 那正好 有件差事呢 交给谁都不妥当 后来想来想去 还是交友女去办最合适 少董家 您吩咐就是了 把这个宴台 拿到三元典当行去当了 你不是 这两天 你不? 很久 刚疼得了 你也不接人来 虽然也在这查理 我的老大 还不接啊 是 你会这么多 你能接受她的意义 就是全地的婚礼 但大家都留在 您这边 不接拼你 你不接受她 既然我会 你是踪的 你很心的 要有什么 更怪她 是她爹一时糊涂 她还说希望 以后我们两家不要断了交情 不管怎么说 她跟五聘 本来也是天作之合 现在搞成这个样子 看她难受 我也难受 你呀 你就是太心善了你 你说 五聘如果取得是胡永梅 我们今天也就清醒了 她以后要是再来的话 不用再见她了 我们跟胡家的关系 也就到这儿 少爷 老爷叫你去花厅问话 老爷 这么快就回来了 是 行 我知道 没事 我去去就回来啊 你们继续 你们继续 你也不知道 老爷会怎么责罚少冬家 少冬家 违背老爷的命令 这在家规里面 可是重罪 会不会动用家法 这么严重啊 我去看看 你是不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啊 没有 那你为何要一一孤行啊 我就是不忍心啊 我就是不忍心啊 叫你不要做 不要做 不要做 你偏要做 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你连这一点你都做不到 你将来如何承担大业 来人 拿架法 老爷 少冬家也是一片善心 老爷 其实 少冬家也没什么错 吴平 如果你今天只是个 三号的掌柜 你做这些事的确没什么错 但你今天 你今天是 你是冬院的少冬家呀 你日后要统领吴家东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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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呢 你只看眼前是非 你不谋权局 不谋万事 那你就错大了你 你日后要统领吴家东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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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动学徒房的学徒去帮忙的 也是我 原来 原来是你在背后蛊惑无凭的 是 那么说 你还是违背我的命令 继续在外面抛头露面 是 我要你谨小慎微 修身养性 你还是置之不理 当耳边疯 是 好 既然如此 你一错再错 那就休怪我吴家东远无情了 来人 拿纸笔 爹 拿纸笔干什么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话说 写修书吧 爹 不能 丑英 快给爹认错 快 擅自出门算是我的错 但失洲计平 我还真不知道何错之有 你目无尊长不守复道 不思悔改 无法无天 你还敢说何错之有 不 既然如此 那你就写吧 你知道休书是什么吗 我知道 就是把我赶出吴家东远呗 那你还 吴隐 你还落差什么 他这个样子还留得住吗 爹 我压根就没想过要留下来 我从来就没觉得吴家东远多么稀罕 是 你们是有钱 但为父不仁 我也瞧不上 给我哄出去 不用你哄 我自己走 少奶奶 小欧 您找我 前两天在院子里 我给了您个小包袱 你还记得吗 记得 包袱呢 在我房里收着呢 把我拿来 好 爹骂我个几句 打我几下 也就过去了 何苦要跳出来呢 施舟这事 本来就有我一份 但你也没必要和他争执 现在事情闹大了 他逼着我 非要收了你 没事 修就修呗 你这事 你这么嫌弃我 我就这么不堪 让你宁可被收 也不愿意留下来 少奶奶 你的包袱 你早就想走 是 我早就想走了 为什么 我走了 对所有人都好 既能成全你和胡永梅 冬月也能回归清静 我自己 也能落得自由自在 我和胡永梅 谁 那天 你们俩在包间里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你听到什么 我听到他说 你们俩很相爱 是我把你们活活给拆散了 那你有听到 我说的话吗 我听到你说 都是你的错 你对不起他 是 我是错了 但并不是错在我娶了你 而是错在 我承诺过他要一辈子对他好 我的确是对不起他 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娶他 而是因为 我很高兴我娶的人不是他 你知道吗 当我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和我成亲的人 是你而不是他的时候 我有多高兴 你 就在那一刻 我知道 爱的人不是他 是你 可是 可是你们以前不是 以前 他是我未过门的妻子 我告诉我自己要爱他 敬他 可是后来 后来你出现了 虽然你只是个丫头 但是 我就是愿意和你待在一起 你胡说八道 我觉得有趣 你闯祸我觉得可爱 就算你骗了我 我也没办法对你生气 当你跟我说 你要走的时候 你没有发现我有多么的舍不得吗 那个时候 我不应该爱你 但是 我爱上你了 可是你娘 觉得只有她才能配得上你 配得上吴家洞院 还有你爹 周颖 如果我没有婚名 如果胡家没有悔婚 那我娶了胡友梅 也就娶了我这辈子 也就那样了 可是现在 你是我的妻子 我不管爹说什么 娘说什么 我就不放你走了 这辈子 我不要跟你分开 对 如果你对我的感觉 跟我对你的 是一样的话 那就别走 别让我修了你 好吗 在这儿 我做事 什么事 我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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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事 你做事 我做事 就没理想的 对呀 当初要不是周莹嫁进门 吴平也醒不过来 请了多少大夫 灌了多少药 吴平能醒过来 我觉得跟陈青没关系 就那个药灵验吧 我还是觉得这么做 不厚道 我也是这样无可忍的 一个女人家 被缅出去了 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这你放心 我会补偿她的 下半辈子 我会让她不愁吃穿 这样子 我们眼不见心也不烦 可是 爹 娘 我会让你写修书吗 写好了吗 爹 我来就想请你收回承命 想都别抢 就是我 我的命是周莹救的 救命之恩 可以另外想方法报答 我已经离不开她 离不开 就她这样的丫头 人事上要多少有多少 可我只要她 她究竟有什么好 我也说不上她哪里好 我只知道 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心里会非常的充实 也非常的开心 如果我非要令她走呢 那我 就跟她一起走 吴槟 你怎么可以这样 好 好 竟然为了她 你要舍弃吴家 舍弃东岳 我也不愿意舍弃吴家 也不愿意舍弃东岳 更不愿意离开爹离开娘 但是 如果要和周英分开 我那个当时 没有醒过来 爹 我求你了 爹 娘 我知道我以前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 但是为了吴槟我愿意改 我愿意从此以后修身养性 姐 你们不要赶我走 我想和吴槟在一起 老爷 要不 老爷 你快起来 起来吧 石头粮跪久了伤筋骨 爹不答应啊 我就不起来 你先起来我去劝他 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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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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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留下来 其实你爹你娘也没错 是我自己从小野怪 受不了吴家的规矩 吴家的规矩 也不是样样都对 但我和你 或许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想跟我在一起吗 小 那再难再苦 我们都别放弃 那我们继续跪着 你真是ということ 嘤嘤 嘤嘤 保重 老爷 快三更了 没事 你真考虐 你要当事 那我的 nuestras 我怕无编的身子经不起 梁大夫不是说了吗 他现在身子比以前还要健忘几分 你不用担心 可他毕竟是大病出狱呀 况且 他们也都跪了一个多时辰了 就算罚 也罚够了吧 不够 老爷 我倒要看看 这无编为了这个女的 下了多大的决心 无编的性子你还不知道吗 小事随和 但遇到大事 却比谁都将 这个周英我也看不惯 但偏偏无编还认准了他 我估计啊 你是赶不走他了 既然赶不走 既然赶不走 那就给你让他跪一跪 这个女的 性子太矣了 就得这样训一训 但你这样 不是让无编跟着受罪 我就是要让他看到无编受罪 如果他对无编 情深义重的话 为了无编 他以后也得好好收敛收敛 你冷不冷 启风了 你冷不冷 不冷 你呢 不冷 你知道吗 从周旁的横梁砸下来 你奋不顾身 抱起我的那颗气 我心里 一直就是暖呼呼的 你到那个时候才爱上我 你到那个时候才爱上我 在静阳街头 第一次遇见你 我就对你心动了 就因为那无量银子 不 因为你的善良 你呢 你是什么时候对我心动的 也许 也许是在 我知道你骗了我那时候 我骗了你一番心动 是啊 因为从来没有人 能够让我感觉 又可怜 又佩服 又快乐 又郁闷 又爱 还有恨 你们快起来吧 你爹准了 起来吧 谢谢娘 谢谢娘 谢谢 爹 谢谢爹 周姨 你不要忘了 你答应过我和你爹 从今以后修身养性 娘 我一定做到 也不知道当初 让你进吴家东元 是福还是活 如果对不对 我很好 你帮我 各位 第一次 你帮我 你说 我 强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